李格想起毕业生各分虔诚 但无奈接连三年碰上疫情 今年迁徙世代求职 除了超过九成的待业焦虑破纪录 新鲜人的待业忍耐极限 平均落在5.5个月 更有两成五求职者悲观看待其心 其中如果超过了这个待业的 忍耐的这个期限的话 大概有81% 这个被迫会调降期望待遇 以求赶快找到这个动作 那目前整年还有91%的这个 社会新鲜人有所谓的待业焦虑感 比例是创四年的一个新高 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 所以过去两年的一些毕业生 其实都会觉得说求职方面 会受到一些这个阻碍 统计也发现毕业或退伍后 若只靠先前累积存款 新鲜人平均可以支撑 大约1.4个月的待业时间 但也有41.4%处于零存款种境 而为了获得心仪的工作 有七成二的新鲜人 会为了面试特地去弄髮型 造型或是化妆 履历表的这个完整度 自算的完整度 然后多投几家这个企业 那面试的时候是准时赴约 而且言之有误的话 我相信这个还是可以提高 自己的这个录取的一个机率 那大萌萌从上有时候 在这个应征工作的时候 除了会有些焦虑感 也会担心遇到所谓的这种 求职的一些陷阱 而到了面试关卡 有87%的新鲜人曾经在面试时 被询问过有关感情 兴趣 结婚或生育计划 甚至是星座选行等等 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 而对于不想回答的题目 专家建议可以委婉跟面试官说抱歉 或是反问对方 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 再给答案 让面试顺利进行 继续身容 台北采访报道